要學會唱的紀念嗎? 謝謝 謝謝 拜拜 你這樣我很像圓外耶 對啊 這是什麼詭異的構圖 這個坐姿很奇怪 你可不可以要站到整個冰板位要上去 我想要當圓外 哈哈哈 今天是新家開箱的第二集 那在我們正式開始介紹之前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去加一下我們的臉書 因為我們的資訊其實蠻多的 有時候呢沒有辦法影片裡面全部講完 那之後可能會在臉書裡面 就是一點一點的分享這樣子 那你們的留言其實我們都有看到 只是就是我們最近真的很忙 可能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回覆 那真的有問題的 我可能之後會整理出來比較完整的資訊 再去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所以歡迎大家還是繼續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今天要再繼續的開箱我們家 上一集是開箱工領域嘛 就客廳到這個書牆這裡 然後今天呢我們就要往這裡面走 那邊就是通往我們房間的走廊 我們要從這邊開箱開始了 Let's go 當初在設計這個走廊的時候呢 當初在設計這個走廊的時候呢 其實我最一剛開始就是從 豆哥房間這個門 開始去做設計的 因為我們豆哥房間呢 就是在我們走廊的最底 那因為我們整個家裡是做開放式的 所以從客廳是可以直接看到這個門 所以當初就是希望說這個門你看到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比較像是端井 所以我希望它是看起來比較不一樣一點 才會去設計這個圓弧的造型 然後讓它的門跟我們的牆壁 是做一個顏色上面的對比 那因為我們家裡就是要走一個Wabi Sabi 再加上北歐的風格 所以就是用了這個比較自然的木紋 這裡帶有一點點灰色的 然後這旁邊的霧絨漆呢 就是跟我們玄關櫃子是用同一個顏色 然後也是同一家廠商一起做的 那我們就是這樣一整片延伸 到我們最上面天花板這邊 我就是讓它轉折進去 全部都是做滿版的霧絨漆 當初呢就是希望說 我在裡面想要藏一個間接照明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把這邊的天花板 降一點點 然後剛好上面做了一個落差 裡面可以藏LED燈 那這樣打下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其實這面牆如果是用霧絨漆來塗的話 那照下來那個texture效果會比較明顯 所以整一米整面的牆 我們都是用霧絨漆去呈現 可是我們那時候為什麼沒有把這一整個空間變霧絨漆 因為我們的天花板基本上都是一直連罐的 所以呢如果說一整個都要漆霧絨漆的話 那就是沒有一個斷點 很快 而且整個家會變山洞對不對 對對對整個家會變山洞 當然這個是一個很好看的造型 但是預算考量上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那樣 這個走廊當初在規劃的時候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說 我希望它這個空間是比較舒適的 而且就是它可以被靈活運用 因為像我們之前啊在租屋的地方的時候 就是發現說走廊其實好像大部分都是設計的小小宅宅的 然後它就是一個通道 然後很暗 對然後就是你在那邊你也不會想要待 感覺你就是要過去就好了 我們這個走廊啊是有做到大概100公分 那我們舊家那邊大概是80公分左右 其實一般的住宅啊 大家可能會想要把房間的空間弄比較寬敞 所以就會把走廊空間就是縮小 想說這邊有沒有要幹嘛 可是我覺得一剛開始設計師就建議我們說 我們這個空間都開放式的 我們的走廊做寬一點 它原本建議我們到105公分 做寬一點的話其實是會感覺比較大氣 那我們後來流到變成只有100公分了 是因為我們也要跟其他東西拉齊平 現在這樣看起來我覺得100公分也是還滿足夠的 那麼我其實一剛開始的時候就是希望說 我這邊是可以有收納功能的 所以我在這一面牆啊 我其實是用雙向櫃的方式去做我的隔間 我中間是沒有一道牆去做隔間的 它這裡面其實都是收納 那當初規劃這一個雙向牆的其中一個大重點是說 因為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貓紗盆藏在這個裡面 然後因為它很大台 所以我這整個牆的厚度其實是很寬的 所以剛好我兩邊都可以做一個收納 這一面牆的後面啊其實是我們的主臥空間 那一般來講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做一個隔間牆 然後主要收納都是在主臥那一面 就一整面都是衣櫃這樣 就一整面的衣� 但是因為我希望說在走行空間我還是可以有一些收納 因為有的時候可能有一些東西是可能浴室要用的 然後我不希望說我還要走進去主臥拿 然後我可能就是希望可以收在這邊 這邊呢我就是做了一個一整排到頂的收納 這邊原本我是想要收納一些像毛巾啊 可能就是有客人來可以直接從這邊拿 但是後來發現說豆哥那邊沒有玩具的收納 所以我就現在變成整個櫃子都是豆哥的玩具收納的地方 這一邊就變成是他的一個play area 所以就真的是他玩具拿出來會直接在這地上玩 然後其他小朋友來也會再直接去玩玩具 因為他們就直接拿出來就開始這邊整個一坨那邊一坨 因為我們這邊有打燈 然後又是木地板 所以他們就覺得到處都可以坐下來玩玩具 對啊 然後我這個展示櫃裡面啊也是有做漸漸照明出來的 我後來發現說我有時候早上這邊是照不到太陽的 但是我如果把這個漸漸照明打開的時候就會好像 欸好像是有陽光透進來的感覺 我這邊設計了一個木格柵的造型 主要就是因為我下面是做貓紗盆 那我希望說他的空氣可以再更流通一點 所以下面這邊呢我是有做鏤空 那上面過來呢就順著讓他做一個一體的造型 然後我這面牆啊其實它有一個隱藏的細節 就是大家這樣子來看的時候都會覺得 這就是一個普通的牆面而已 可是它這個呢其實是一個磁吸牆 它的構造其實很簡單 它就只是在你的牆面上面再加一個鐵片 然後再噴漆過去而已 我現在真的是很推薦大家如果你有這樣的空間的話呢 就是做一個磁吸牆面 因為我覺得它很好用 因為這樣一整片可以貼任何東西 然後小朋友呢也可以在這上面玩 真的是很好運用的一個地方 那這種牆面呢 然後另外一個做法就是可以用磁吸 就是磁吸的油漆 可是呢我覺得鐵片的效果還是比較好 所以你們如果有要做裝潢的話呢 就是直接先把它直接做進去 它其實也沒有到很貴 那時候估價的時候它這樣子一片 就是鐵板的價格 就是估的差不多四千多到五千多塊 聽起來有點貴對不對 可是磁吸漆的價錢也不低啦 對 所以其實它沒有比較貴 而且它就是一片來然後你就貼上去 那個時間其實是少很多的 好接下來呢 我就是要帶大家來看我們的主臥 我們全家就像MOTEL的地方 對 是飯店是民宿或飯店不是MOTEL好嗎 那我剛開始就是希望說我進來的視覺主軸 就是在我們這個床頭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想 而且我是到最後一刻才決定說真的要用木工去做 而且我現在也是覺得還好我有請木工幫我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舒服 我們這幾天這樣睡下來我覺得真的很舒適 你一直都說它很像MOTEL 大家都說是HOTEL 只有你說是MOTEL 那講到MOTEL啊 我先講一下我們這張床好了 這個床架我們也是找很久 我們床架很難找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一開始就選擇用那個木工的方式 這一塊 對那一塊就等於是我們的床頭板 所以我們的床架不需要床頭板 那個床架它原本其實是有配著床頭板 它的床頭板也是蠻好看的 它有一個十度的斜角曲線 可是因為我已經有床頭板了 所以還好他們有那個不用床頭板的選擇 床架本身的造型我們也很挑 我們想要是原木的 然後比較極簡一點 所以我們那時候看到這一張就覺得 嗯好像還蠻適合的 對 它這個是LOVEFU的原木懸浮床架 它叫懸浮啊 因為它的腳長得很裡面 所以光看這個床架的話 你會覺得它是漂浮在地上的 但是它這樣做也讓你比較不會踢到你的床架 它這個是全原木的床架 這個北美的沉木你看 它現在被遮住其實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它其實蠻漂亮的 然後它中間這個間距是1.4公分 所以它可以支撐獨立桶 夠用可是又透氣 我比較喜歡的是它這個 它旁邊的這個小木頭 它這個小木頭啊 它是可以做拆卸的 它這個啊 就是讓你說 你可以不用這麼辛苦的 每一次都一定要就是 抬你的這個床角來 包你的床包 你可以把它這個前面小木板拿掉 你就可以把床拉出來 就變成你可以直接套 然後再來是它還有做了一個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阻擋 讓你的床墊不會跑 它這個床角 它是有三種不同的高度可以選擇 因為我們這個高度 那時候設計的時候 就是希望說我這樣子躺下來 我整個上半身是可以 不會碰到任何東西的 然後我手還可以這樣子 它突出來的這一塊 對,需要再抑下一點點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發現說 我選最短的床角是剛剛好的 對 然後它這個床墊啊 也是他們都要FU的 它叫做慵懶熱眠床 它最下面這邊這一整段呢 都是它的中鋼獨立筒 然後它上面這邊其實是有兩層的泡棉 下面這一層啊 是它的高密度支撐棉 然後最上面這邊呢 是它的彈力棉 它這個床啊 它因為是模仿國外那種雲朵床有沒有 所以它把最上面那個彈力棉 縫成像雲朵一樣的這個形狀 它就比較支撐 你看 然後也比較透氣 它這個床就是給你又有支撐 然後又有軟 所以你就是睡下去以後是真的還蠻可以沉睡 我覺得這個床跟我們之前睡的床比較不一樣 是你在旁邊動 我在旁邊動 互相不會干擾到 對 你不會感覺到 但是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早上起不來 我會一直賴在床上 然後就不想要起來 那你可以睡地板上啊 地板就在這邊而已 自己需要早起的話 你就自己滾到下面去睡地板 所以我們睡了三個禮拜 我到現在都覺得還算是蠻推的 這個床墊 他們現在有一個 100天安心睡計畫 你們如果要換床墊的話 也可以去試試看 他們現在床墊跟床架一起買 可以限折6000 然後如果再輸入我們的優惠碼的話 可以再折1999 我們剛剛這個床頭設計講一半 這個床頭設計我真的覺得蠻讚的 我們那時候呢 在舊家就有一次我們要把床挪動 然後就發現說 我把床挪到另外一邊 然後後面剛好有一個矮櫃 然後就是頭後面就沒有東西擋了 然後手還可以這樣放 這邊還可以放東西 突然覺得說這個設計怎麼這麼好用 很舒服 很舒服 就你要看書滑手機 滑完之後直接有地方可以放 而且它是一整片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做設計 我們的床頭的時候呢 我就是覺得一定要有這個小平台 然後我就找到說有這樣子的一個框的設計 然後我覺得很適合在我們家 因為我當初呢 就是希望說我的這個床到牆壁的距離 其實是可以拉長的 所以我在這邊就多做了一個這個小小的框 一般人會講說不希望是你頭上有涼 可是啊當你變成是一個框框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今天這樣睡 我覺得有一種包覆感 然後有一種安心感 很像Motel 不要再強調了 然後當初啊 我們那時候因為有預算的考量 所以原本一剛開始這邊的木片 是選擇比較便宜的木皮 然後在最後一刻我們把它改成了 這個是KD的史木皮板 它真的感覺比較高級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覺得說我們的房間呢 最主要的視覺主軸就是它 所以最後還是覺得 好啦那就多花一點錢 然後把它弄比較好看 然後你每天看到它你就覺得 真的會覺得很開心 我們房間的視覺主軸 就是你呢 每天看到都會覺得很開心 你這樣我怎麼進去了 等一下爽到卡豪是不是 除了我上面這邊有一個小平台之外 我下面還是做了一個小小小小的一個小平台 因為我們這邊一定會放手機充電啊 然後還會有一些雜物 這個小平台雖然它不大 但是我覺得很夠用 然後因為我們每次去飯店的時候呢 床邊都會有一個小小的閱讀燈 我覺得很可愛而且又很好用 所以我還是硬在這邊加了兩個小小的閱讀燈 這還蠻實用的啊 因為你睡覺前會滑手機 對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眼睛會壞掉 而且我現在就覺得說 我在房間設計了很多不同的燈源 像是我有這個閱讀燈 然後後面有燈條 然後再來是我的鏡子這邊 我也設計了一條燈 然後我有窗邊燈 砍燈 就是各種不同的燈光 然後它去做搭配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像你中下午可能想要躺在床上做事 是一種燈 然後你晚上要慢慢的進入睡眠模式 然後可是你還在看書 你會開另外一種燈 對 所以我們每天有很多種不同的燈可以來搭配 讓你進入你所需要的狀態 對 然後因為我們有多做這個框出來啊 所以我上面其實就是多出了一個空間 讓我做收納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耶 就是我有一些東西雖然不常拿 像一些備品啊 牙膏啊 或是洗髮精那些的 我就可以把它收在正面 這樣子一排過去其實空間也是蠻多的耶 我們之後最上面那桶大桶的啊 我們會把它拿來收一些像紅豆啊 綠豆之類的東西 糙米啊 全部收在上面 你做了這麼多格子到底要收什麼啊 你有想好了嗎 我還沒想好 我只是覺得說我現在所有的東西 我都想要用收納盒去做分類 所以我就先買了很多收納盒 然後很剛好的都可以收納進去 我覺得很療癒耶 我把它全部打開給你看好不好 不用 我對收納沒有興趣 那我這些櫃底的門啊 我也是全部堅持 全部都是要用銅色系的油漆去把它做起來 所以你視覺來講 它就是像一個牆面一樣 所以整個空間啊 你就可以保持一個比較乾淨 然後又寬敞的感覺 旁邊這個鏡子啊 原本我在這邊設定是 這邊是我的化妝桌的地方 但是後來就是東西進來以後 發現說這邊好像現在目前流空 感覺很舒適 那我現在還在想說 之後應該要怎麼樣來規劃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我們家呢 有很多地方我都有打燈 所以我不一定一定要在這個位置才能化妝 你就是長這樣子的 素顏出去直接出去也是完全ok的 我不知道你化妝要幹嘛 你是不是又不知道要接什麼化了 那就繼續往下走吧 其實一剛開始的設定啊 我們更衣室的牆面就是 剛好跟我們的窗戶齊瓶嘛 那原本這邊這個鏡子的後面它是一個樑 所以呢 我如果真的也是跟樑齊瓶這樣抓直過去的話 我的主臥的空間的深度 就會變得比較窄 你就會可以想像說 我的床是整個還要再往前挪 挪了差不多30公分 那我這邊的走廊就會變得更小 然後就會瞬間又覺得很狹窄這樣子 所以說後來才會決定說 我們做這樣子一個框 然後把它往裡面延伸 吃掉我後面一點點書房的收納空間 但是就是可以幫助讓主臥空間 就視覺上來講 然後實際也讓你感覺比較寬敞一點點 然後在主臥啊 我就選擇用了兩層的窗簾 一層是紗簾 然後一層是布簾 然後這邊這個顏色啊 我們就選擇就是比較深一點點的 讓我們就是在睡覺的時候就是 會感覺比較沈穩一點 喔喔喔喔喔喔喔 上面打燈現在MOTEL感覺整個出來耶 對 然後因為我們家的窗全部都是落地窗 所以如果你沒有沙蓮的話就會直接看出去 所以在白天的時候 我大部分都還是會保留這個沙蓮在外面 你看這樣很舒服 這個盆栽 對很舒服 加上陽光 真的滿舒適的 非常的airy 那另外這一邊呢 就是我們的雙面櫃的另外一面 這邊一樣是滿滿的收納空間 然後一樣還是做了一個小平台 就是方便你要放書 因為呢你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你喜歡在各個空間都要有書 所以我就是到處藏了一些小空間讓你放書 因為我都已經先幫你規劃好了 那這樣子之後呢 就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很突兀很亂 書永遠都不會亂 會 因為以前呢 你的書都是一坨一坨一坨的放在地上 各個角落 那就是 那是在舊家 可是現在我們家是木地板 到處都可以襲地而坐 所以地板上出現書 是合理的 可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被我說中了 生活感不用整理啦 就這樣 就這樣 快點 然後這一櫃呢 就是我們剛剛外面是貓櫃 然後另外這上面的空間 我就是拿在裡面 作為我們雕衣服使用 然後還有一些雜物 目前來講還沒有整理完 那我們組合的另外一個大重點 就是我們這一面槍 這一面槍也是算我的一個 feature wall 因為它這邊我們之後會放電視 我覺得在畫面上可能不是那麼明顯 不過它是物容器嘛對不對 對 它是有一點點的明暗反差在它的牆面上的 你看我們房間 大部分是白色的 然後這一面主牆 是做物容器 就比較沒有那麼無聊 對 那時候就是希望說這一面牆呢 也是可以做一個比較 跳色的感覺 讓它呈現像一個 feature wall 而且這個顏色它比較溫暖 可是又維持我們的差跡風 對 所以那時候在對比顏色的時候 這個物容器它呈現出來的效果 真的是很漂亮 因為這邊還有一個更衣式的入口 所以那時候就是希望說用同一個色系的 去把整面牆切起來 那你的視覺上就會覺得說 這一面牆其實是從這裡就開始到 延伸到最後面 看起來會比較大 對 看起來會覺得比較大 然後我們的更衣室呢 也是做隱藏門 這邊就是我們的更衣室啦 來 歡迎來到我的秘密小基地 現在被引備了 是 我的秘密小基地啦 我現在在這邊工作剪片 非常的客難 因為我們上一支影片不是有講說 我們的那個書房那邊 書牆前面原本是我的書房 可是因為它空曠感我們太喜歡了 所以我現在就暫時先孤在這邊 我們那時候在舊家的時候 就是沒有更衣室 所以我們的衣服就是 都是掛在外面 然後就很亂 所以我是這次在新家的設計 我就是堅持說 我一定要有個更衣室 就是再雜亂 我也至少可以把它 關在一個小空間裡面 你意思是說 我可以在這裡面亂丟衣服囉 不行 那這一間的重點是什麼 這一間就沒有重點啦 它還會是我的秘密小空間的一個 漂亮的更衣室啊 因為你一開始如果沒有這一間的話 我們的臥室就會很寬敞 你如果沒有這一間的話 你這邊 可以放一個椅子耶 那你的衣服要收哪裡呢 就 藏在棉被下面 那因為這個更衣室的空間不大嘛 所以我一剛開始的設定呢 就是希望說 這個層架都可以比較通透 所以我原本是 只有設計就是一片 這樣子一片層板過來 然後這邊也是沒有這一個支撐 就都只是一片過來 但是實際在做的時候 木工師傅就跟我講說 你這樣子一定會垮 就是因為你衣服掛上去之後 他這邊是沒有支撐的 他會很容易垮 然後你就跟他說 我不care 因為我是設計師 沒有 就是當然還是要聽一下師傅 師傅講的也是有理啦 就是說 我的確也是擔心說 他的支撐力夠不夠 那因為我還是希望保留他這個通透感 所以呢 我跟師傅 溝通的最後的結果是 我們只在上面跟下面做支撐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上下層板都還是有足夠的支撐力 但是我中間這一段呢 就是可以保留他這樣子通透的感覺 因為你看啊 如果說我這邊也有片牆 然後我這邊又是一面牆的話 我就走進來就會瞬間覺得壓迫感比較重 然後我覺得更衣室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做滿版的收納 這邊呢 我們就是設計了一個L型的吊衣架 然後下面其實也是可以吊衣服的 那在旁邊這邊呢 我是有做一個抽屜 那這邊呢 就是放我們外出要穿的衣服啊 褲子等等的摺起來的 然後你看這邊 有一個落差 其實是因為這一塊啊 原本是要放我比較長的 可能裙子啊 或者是 你說洋裝嗎 洋裝 但是我後來發現說我搬家的時候呢 然後把我洋裝全部都丟了 因為也穿不到 因為我們身邊該結婚的人也都結得差不多了 對 所以我目前也是沒有任何的洋裝 你可以平日穿洋裝出門啊 就是沒有地方去嘛 這邊呢 就是可以放我們比較不常用的 備單啊 然後毛毯等等之類的東西 然後我在這個成板下面還藏了這個LED的燈帶 所以為了說讓它比較有那種 欸 它就比較漂亮 它就比較漂亮 對 對 然後你的衣服就瞬間感覺好像比較高級一點 所以我在這邊做事其實也是蠻舒服的 欸對我覺得 因為我後來這一間的燈光其實是全部都會一起開 所以我不管我砍燈跟我LED燈它全部都會亮 所以這一間的燈其實蠻亮的 那門到後面這邊呢我也是一樣做了一些收納 那這個櫃子跟後面豆哥的房間那邊是一個雙向櫃 它就是兩邊都是有收納的 就是櫃子夾櫃子 就是它中間沒有任何的強座隔間啦 那更衣室少不了一定要有個鏡子 所以我在這邊做了一個滿板的拉門鏡 這邊拉過來呢就是我另外一邊的比較亂 比較日常一點的收納 然後因為這邊是有打燈的 所以這邊這一排的櫃子其實是可以放一些比較高級的包包做展示啊 可是呢我沒有那麼多 所以現在都空空蕩蕩的 所以喔他故意的喔 他就是把那個櫃子放空空的這樣子 然後我在這邊剪片壓力就很大 然後多剪一點多剪一點 你才能填進去有沒有 就可以放進去 你知道我現在放東西我都覺得說 蛤我東西都好cheap喔 放這邊看起來非常的不適合 然後我就要趕快轉過來說 快剪片快剪片 你看我的包包我都直接把它藏在那邊 因為不夠貴就是把它亂塞 塞在那些沒打燈的地方 我剛開始在設計說要把更衣室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很多人就跟我講說 蛤你要把衣櫥放在這邊很濕欸 你旁邊就是浴室 但是我沒辦法我的格局上我只能這樣做 所以我到最後的解決方式呢 就是直接在這個空間裡面 裝了一台吊影室的除湿機 那他這一台呢就是可以智能的設定說 他濕度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就會打開開始除湿 然後維持這邊的乾燥這樣子 我們今天這支影片先到這邊 因為我們想要分享的東西時間太多了 一個不小心影片就變太長 所以呢我們就把它分成上下涼機 我們下禮拜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兩間廁所跟小朋友房 可以直接進來 我們要好幾個搭亂 那我會放在這裡 然後少不了